2024台湾港屋杯鲤鱼潭环潭路跑赛 12号的照射在湖光三色美景的鲤鱼潭正式开跑 这一次氛围勇敢吹下去10K组 以及花莲19美5K组两个组别 总奖金高达29万3千元 而港屋公司更加码发放面额300元的振兴券 给报名参赛的选手可以在鲤鱼潭42家商店使用 促进当地的消费 12号早晨来自各地将近1500位的跑友齐聚谈判 在港屋公司董事长李贤益 还有贵宾们的民地之下正式开跑 花莲因为联寿地震 台风接连来袭 旅游环境大受打击 台湾港屋股份有限公司 为了响应交通部观光署振兴花莲正后旅游 特别举办这一次的赛事 港屋公司响应交通部观光局振兴花莲的活动 所以我们这一次离坛的环坛跑步活动 我们就在这里办理 那也非常感谢各位大家 各位贵宾能够共襄盛举到花莲来 那自从报名起一周内 我们的1500个名额就已经满了 那今天有除了全省各地的一些选手以外 我们还有国外的贵宾 叫做肯亚 还有德国 荷兰 加拿大 还有比利时等等的选手 那我们今天主要的目的就是能够借由路跑来结合观光 让大家来这里参加这个路跑的跑者 来体验整个花莲的观光 花莲的风景 还有人文之美 这次比赛分10K组5K组 冠军可以分别获得新台币18000元 1万元的奖金 其他名次在30名之内都有奖金可以拿 总奖金高达了29万3000元 另外港屋公司更加码 8送面额300块钱的振兴券 给报名参赛的选手 选手们可以在鲤鱼潭周边42家商店使用 目的就是要促进鲤鱼潭的当地消费 谢谢刘明顺 收封箱报道